还记得上次我们学习过 化学反应仅为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反应前后 原子不会凭空出现 也不会凭空消失 会遵守质量守恒 原子不灭与电荷守恒的原则 因此 一个化学方程式左右两边的原子数目及种类均不会变化 利用这些原则 就能帮助我们平衡化学方程式 平衡化学方程式有几种常见的方式 包含观察法 代数法 及氧化数法 接下来将带你学习如何使用观察法及代数法 首先要介绍最常使用的观察法 利用观察法平衡系数时 第一步是选择方程式中较复杂 含有较多原子种类的物质 将其系数定为1 再利用原子不灭 先平衡 键号两边只出现一次的原子 如果方程式中有离子 则需利用电荷守恒 来平衡键号两边的电荷 之后 再平衡出现次数较多的其他原子 最后将所有系数化成最简单整数笔 就完成平衡了 让我们实际练习一遍吧 首先检视这个方程式中的所有物质 找出最复杂 含有最多原子种类的物质 可以发现二个酸甲 含有三种不同原子 是这个方程式中最复杂的化合物 将它的系数定为1 接着可以观察到 二个酸甲中的甲、个、氧 都只在键号左右两边出现一次 依序进行平衡 当二个酸甲系数定为1后 左边有两个甲 那右边也要两个甲 所以氯化甲的系数为2 而左边有两个个 右边的氯化个系数应为2 接着左边氧有7个 所以右边水的系数为7 当水的系数确定后 可以知道右边有14个氢 反推回左边也要有14个氢 因此氯化氢的系数为14 最后再检查氯是否已达原子不灭 左边有14个氯 右边氯化个系数为2 会提供2乘3总共6个氯 氯化钾系数也为2 会提供2个氯 14-6-2为6 还缺6个氯 也就知道氯气系数应为3 整个化学方程式就平衡完成啦 接下来挑战一下难度更高的化学式 铜和浓硝酸反应 产生硝酸铜 溢氧化氮及水的反应式 回忆刚刚练习的观察法 第一步把最复杂物质的系数定为1 此反应式中最复杂的是硝酸铜 我们就把硝酸铜的系数定为1 铜的系数也会是1 接着若要平衡氧 会发现氧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 想平衡氮 也发现氮不止出现在一个地方 好像没办法利用观察法顺利平衡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可以利用数学的代数技巧 因为反应式会遵守原子不灭 及电荷守恒的法则 我们可以假设系数为位之数 再利用两法则来平衡化学式 首先假设每个物质的系数 分别为A、B、C、D、E 假设完位之数后 再利用原子不灭 及电荷守恒来列出式子 先看铜原子 左边有A乘以1个铜原子 会等于右边C个铜原子 氢原子左边有B个 等于右边21个氢原子 再来是氮原子 左边有B个 等于右边有2C加D个氮原子 最后看氧原子 左边3B等于右边6C加D加E个氧原子 现在我们列出四个方程式 好像没办法求出五个位之数 但是没关系 因为方程式系数可以等比例调整 利用四个方程式 就能得到五个位之数的比例关系 再调整成最简单整数比 接着就让我们一步步求出 位之数间的比例关系 首先要简化方程式中 位之数的关系 我们发现第三式和第四式 都有B、C、D的关系 我们将第三式乘以3 得到3B等于6C加3D 带入第四式中 6C加3D等于6C加D加E 将6C消掉 整理后就得到2D等于1 D比1等于1比2 再利用第二式 再利用第二式 得到B比D比1等于4比1比2 知道B、D、E的比例之后 再看第三式 将B等于4D带入 得4D等于2C加D 所以C等于2分之3D 最后从第一式中知道A等于C 所以A也等于2分之3D 现在我们知道五个位之数的关系 A比B比C比D比1 即2分之3比4比2分之3比1比2 最后带回我们的方程式 别忘了方程式系数比 要为最简单整数比 所以将系数同乘以2 就能得到系数比为 3比8比3比2比4啦 你答对了吗 这个反应是用观察法不太容易平衡 所以要利用刚刚学到的代数法 假设每个物质的系数 分别为A、B、C、D、E、F 利用原子不灭 列出位之数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列了4个关系式 还能不能再列出一个关系式呢 这个反应式中有离子 所以可运用电荷守恒的概念 将系数乘上电荷 再列出一个方程式 利用原子不灭 及电荷守恒得到5个式子 可求得这6个未知数的比例关系 我们可以仿造上一题的方法 先令A等于1 再求得其他未知数与A的比例关系 根据第一式 D也等于1 再来观察第二式 和第三式都有B和E 将第三式乘以2 得到4B等于2E后 带入第二式 得到4A加4B等于4B加F 消去4B后 4A等于F 所以F等于4 得出F后 带到第四式中 就得出C等于8 最后利用第五式 -A-2B加C等于2D 将已知代入 得到-1-2B加8等于2 整理后求出 B等于5分之2 再带回第三式 解除1等于5 现在6个未知数的比例关系 都解出来了 别忘了 最后记得将细数 化为最简单整数笔 才算完成平衡哦 其中二氧化碳的细数 是10 最后教你一个小技巧 可以减少未知数 进而简化运算过程 首先像观察法一样 选一个较复杂的物质 将过猛酸跟离子的细数 定为1 右边猛离子的细数 也会为1 而剩下的物质 再用未知数假设 如此一来 只剩下四个未知数 运算过程 会较简单且快速哦 最后帮你做个整理 平衡化学反应式 可以利用观察法或代数法 其步骤如画面所示 只要多加练习 就会越来越熟练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